女人半夜游泳被水鬼盯上 刚一上岸就腹痛男人 她跑到卫生间剧烈呕吐 随后脸部变蓝 肚子也瞬间隆起 女人吓得尖叫一声 肚子又奇迹般的缩回去了 女人吓得跑出卫生间 耳边不时传来恐怖的声音 女人急忙上车想要逃走 突然驾驶室内涌进大量的海水 并且那个恐怖的声音在不停地呼喊她 突然一双鬼手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等警察发现她的时候 女人已经被淹死了 这是本地发生的第三起离奇命案了 就在前不久 女记者阿妹在现场看到了惨不忍睹的尸体 尸体的脸部和右眼失踪 喉咙破裂 一条腿也不见了 警方认定是鲨鱼杀人草草结案 但是记者阿妹却认为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 她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布娃娃 并且布娃娃身上的伤口跟死嘴一模一样 阿妹感觉这个新闻一定会有暴点 决定调查真相 于是她找到了一位大师求助 大师当即做法 发现是有人帮鬼下咒杀人 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娃娃发出凄惨的哭声 腿也随之颤动 大师自知法力不够 急忙让阿妹将娃娃拿走 并一再嘱咐她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阿妹根本不信 晚上阿妹再次来到案发处海滩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诸如 她说自己有一双能通灵的阴风儿 可以帮鬼办事 并且让阿妹赶紧走 诸如转身离开 阿妹出于好奇就跟了过去 诸如声称海里有水鬼杀人 至于更多的线索 她不方便多说 这时候水鬼也发出了警告 这个诸如将钉子插进了娃娃的眼睛 紧接着海里的女人 就被一双鬼手拉进了水里 女人痛苦挣扎 娃娃的眼睛也流出鲜血 女人最终吝喪大喊 海边接二连三地发生命案 警方怀疑是诸如所为 警察上门二话不说 就对她一顿暴揍 还摔碎了她的宝贝 诸如瞬间变脸 恶狠狠地对警察老王说了句 除了今天你再也不会见到太阳 说完她从嘴里吐出一枚钢钉 直扎屋外的石头 嘴里不停地念起咒语 果然到了晚上就出事了 老王在加班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双鬼手 刚回到小区楼道 就听到诡异的脚步声 老王急忙开门 却不知背后有一只女鬼 潜入了家里 另一边海滩上出现命案 并且有一人生还 阿妹跑去医院调查 生还者阿祥告诉她 海边有人一直在呼喊她的名字 引导她自杀 还想把她拖下水 阿妹为了证实有鬼 于是拿着相机来到了海滩 准备拍到鬼的样子 此时阿妹发现一个女孩好像要自杀 诸如告诉她鬼会利用人的心结幻化出影像来害人 阿妹一听急忙 拿出汽油跑到海边 把汽油倒在水面点燃 吓跑了水鬼 诸如告诉阿妹 她阻止了水鬼杀人 下一个死的就是她了 这海鬼十分厉害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能杀人 说完就送给阿妹一把法器 注意看 于道里突然伸出鬼手抓住了女孩子的头发 并将脑袋按进了水里 女孩听力挣扎 抛起手边的尖刀猛刺 但是毫无作用 然后抓起了法器 另一边老王的妹妹找诸如报仇 水鬼上个美女跟着做宵夜 逃走之时 诸如将两根钢钉飞出 扎进了女子的身体 这下三魂被打掉两魂 诸如急忙召唤水鬼上了女子的身 必回到家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男友以为女友在熟睡 于是拍了一下 水鬼将过错全部算到了诸如身上 并且想要了她的命 诸如将家里所有的水都倒掉 突然阴风四起 诸如因为害怕就躲进了厕所 却不知厕所也有水 此时警察和阿妹赶到 突然听到了诸如的惨叫声 他们急忙打开厕所门 却发现诸如已经被砍掉了脑袋 他们再次激怒水鬼 水鬼将所有想自杀的人 都引到了海边 并且控制三人将阿妹拖进了水里 此时警察感到 拿光吓跑了水鬼 三人清醒了过来 可是阿妹却被水鬼拖下了水 然后被彻底附身 下一个轮到你 此时诸如的鬼魂出现 告诉他们 只要几人放下心中的恐惧 才能战胜水鬼 于是几人手拉着手走进了海里 一道神光出现 水鬼被消灭 阿妹也被救了上来 电影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